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今天要给你们讲一个真老司机的故事 火车司机日记 伊利亚是一位即将退休的火车司机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 她一共撞死过28个人 这些人通常是因为寻死 失误 酒醉 抑或是仅仅不小心而丧生 尽管她不用为这些意外负上什么责任 但心理压力是会存在的 所以每次事故发生后 都会有心理医生对他们尽情一番开挡 他念他们的状态 是否可以继续回到工作 简而言之 这是一项十分高压的工作 能顺利干到退休这个年龄 心理承受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伊利亚就是一位真老司机 她已经度过了年轻时撞人的 害怕 紧张 恐慌 内疚 现在撞人对她来说 就只是一件不该犯的错 这一回 她一下撞死了一辆小汽车里的六个男人 面对心理医生 她却十分平静地描述起了事故经过 完了后又跟平时一样 去死者的坟墓前送上一束鲜花 就连死者家属对她发泄不满 她也只是匆匆离开现场 其实 她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反应 每次撞人之后 她都会来到她的女性朋友亚哥达那里倾诉 亚哥达叫她大哭释放一下 但伊利亚表示她已经三十年没哭过了 上一次还是为她去世的妻子而哭 在伊利亚刚当上火车司机的那一天 她的妻子为了给她庆祝 被反方向从山洞里出来的火车撞死了 伊利亚亲眼目睹爱妻的死亡 可想而知这对她打击有多大 许是有过这最痛苦的经历 之后的事故她都显得特别平静 第二天醒来的伊利亚没有异常 没有情绪失控 敢开车开车 该遇上自杀的人还是会遇见 只是这一次她遇到了一位 想要自杀的十岁小孩 好在她及时发现急杀住车 为什么小孩才十岁就要自杀 伊利亚把孩子带上了自己的车 了解到她的名字叫希玛 因为刚得知自己是被亲生父母 从出生就抛弃在了孤儿院 受不了了她想要自杀 伊利亚本想把希玛送回孤儿院的 但希玛表示她还会再套出来自杀 想来想去她就收养了希玛 并和隔壁好朋友兼同事的外号柴油机大叔 以及她老婆西葫芦女士一起照顾希玛 一晃过去了八年 希玛已经长大成人 今天刚好是她在铁路中学毕业的日子 伊利亚虽然是希玛的养父 但她从不接受希玛和她行的亲脸见面礼 也没有给过她拥抱 她说自己家不兴这样的亲密文化 她的爸爸也没有亲吻过她 不过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 她早就给伊利亚准备好了毕业礼物 希玛一直把伊利亚当自己的榜样 她也想成为一名像父亲一样 理智又冷静的火车司机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她努力在本门课上都拿到了全优的成绩 可即便如此 希玛一毕业就被伊利亚费井心机 突然给她安排了一个调度员的工作 火车调度员就是车站所设的车站值班员 这让希玛非常不开心 但她又不敢违抗父亲的安排 在她上去新岗位的路上 伊利亚交代了她很多处事之道 要先让别人用卫生间上完厕所 要用刷子清洗一下马桶 第一个月的工资要请同事吃饭 并再一次强调 她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火车司机 因为这份工作是给内希没有其他选择的人 希玛离开后 伊利亚过得也很不习惯 平时她和希玛睡在一张床上 现在只有她孤零零一人 伊利亚就偷偷地跑到隔壁柴油机大叔家 睡在他们沙发上 希玛这边过得也不怎么样 身处一乡 记住在别人家 处处要看别人脸色 工作上亦算不上调度员 每天干的都是洗车头这种杂事 最难熬的是孤独 空荡荡的车站 孤零零的一个人 在一次偶人的机会下 一位叫柳巴的司机 刚好路过他们站 她看希玛一个人 孤零零地坐在外面 就问她是不是在这当调度员 希玛说只是一个 普通洗车头的打杂工而已 柳巴又问 她是不是被她叔叔伊利亚甩了 这里解释一下 伊利亚从不让希玛叫她父亲 希玛都是叫她伊利亚叔叔 柳巴就说 她可以把她带回去 顺带让她体验一下 开火车的感觉 希玛一听 心动了 这个柳巴外号疯子柳巴 她纯粹是因为开得太累了 想让希玛帮她开一下火车 于是就临时教了希玛一下 怎么操作方向盘 怎么刹车 脚下的踏板 每20秒就要踩一下 如果不踩的话 火车会自己停下来 这是为了防止火车司机睡过去 忘记踩踏板而引发事故 交代完一切后 柳巴就进后藏睡去了 留下希玛一个人 在操作室控盘 其实希玛理论知识是过关的 只是没有什么实践经验 没坚持几分钟 希玛心理素质就不行了 她看到车速越来越快 就叫起了司机柳巴 但柳巴没有给她任何回应 希玛一下紧张地 把柳巴刚教她的内容全都忘了 脚下的踏板 也被她高频率踩得飞起 结果车速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眼看就要失控了 希玛干脆离开了座位 往后车厢跑去找柳巴 结果还是没有找到她 她只好回到座位 打电话求助起了伊利亚 伊利亚就叫她先把方向盘 往左边打 然后放开脚踏 最后拉刹车赶 听上去还算简单 其着希玛看到一辆 打算过路的拖拉机 她感觉俩车势必相撞 拉手刹也不能解决 于是就跳下了火车 事后拖拉机没撞上 但火车失控翻了 伊利亚和柳妖奇大叔 找到柳巴把她打了一顿 看着她们揪头发 有点像女人打架游模游 希玛也没性命之忧 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不过伊利亚倒是气得 想动手打她 倒不是怪她擅自离开了车站 而是她不应该那么莽撞跳火车 万一被卷入车底 那直接个屁 火车的事情之后 伊利亚没有把希玛送回车站 当调度员 而是每天拉着她做体能训练 亲自叫她开火车 既然调度员她做得那么不开心 现在只有司机这一条路了 而且上次的事故 让她意识到 希玛这个孩子 心理素质差得一癖 她不求她以后 开火车不会发生事故 只求她在危险到来前 学会先保护好自己 在伊利亚的悉心教导下 希玛越来越熟练 不过熟练并不成得上真正的入门 真正的入门还差一次撞人 只有心理素质这关过了 才能避免更多的意外 救下更多的人 很快 希玛就通过了火车司机的考核 伊利亚的老司机同事们 纷纷上门传授经验 给她上的第一个就是 撞死人怎么办 也是这回希玛才知道 柴游基大叔和西呼噜女士 以前有一个儿子 几古16岁那年被伊利亚撞死了 其他的大叔也一次分享自己的经验 有的以前撞死人后 会做噩梦半夜惊醒 有的以前追过另一辆火车 很不幸追的还是一辆客运车 最后一些车厢的人全都死了 还有最需要注意的是 当你预判击杀也不可能避免的时候 要立马蹲下来 日前那就有位司机 被飞来的残肢插上了眼睛 在场各位一边吃一边说的云淡风轻 希玛听完后直接没食欲了 晚宴结束前 他们还给希玛送上最后的祝福 祝尼早日迎来自己的第一次车祸 司机生活正式开启后 富斯利亚也是分隔异地 希玛似乎过得并不好 酗酒的习惯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伤的 这一切只因为他当司机半年过去了 一次事故都没有遇到过 这半年来 他每天都保持着高度紧张 时时刻刻战战兢兢 生怕撞到一个人 结果这反而让他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通常来说 新手不到一个月 就会迎来他们的第一次职业事故 但希玛就是没遇到过 伊利亚这边过得也不是很好 退休后的他时间多了出来 于是他直接幻想出自己去世的妻子回来了 每天家里摆两幅餐具 还邀请茶游基大叔和西葫芦女士 来他家吃他妻子做的晚餐 大家都看破不说破 由于希玛的状态越来越不好 有同事就把他的事情告诉了伊利亚 再这样下去 希玛就要被他开除了 伊利亚跑过去把他骂了一顿 希玛也很情绪失控 他只是想撞死一个人有那么难骂 他还怪伊利亚给了他这份噩梦般的工作 反正他撞死过那么多人 一定不会在意他现在的感受 伊利亚就反问他 那你现在就只看到了他撞死过人 怎么不想想他救了多少人呢 之后伊利亚明白 只有让儿子真正的撞上什么 才能缓解他内心的压力 他跑到女性好友亚格达那里倾诉 亚格达也一致认为 希玛可能真的需要经历一次事故 不然他心里的恐惧只会不断增长 于是他有了个大胆的建议 他要伊利亚去牺牲自己解救希玛 伊利亚听了后没多大反应 毕竟死亡对他来说真的再熟悉不过了 第二天他来到当年救下希玛的那条大桥 企图在这里卧鬼自杀 结果他来晚了一步 有一位眼睛大叔要在这里跳河 伊利亚想了想 反正这位大叔都要死 不如让他发挥作用 就想用一百欧元收买他 要他改到明天两点半在这里卧鬼 大叔觉得伊利亚莫名其妙 他都要死了还在乎钱吗 伊利亚坦言他想把儿子开婚 上岗六个月了 他都没撞死过人 现在精神高度紧张 不吃不睡 他怕他会走出傻事 眼睛大叔听了后表示 忙可以帮 但他死前想伊利亚吻一下他 这 伊利亚钢铁老志男一个 连儿子亲吻礼都不能接受 何况是和别人 最终呢伊利亚只好换一个地方卧鬼 他宁愿自杀也不肯亲男人 哈哈固执的老头 他先回去和自己幻想的妻子做了告别 然后呢躺在了一个隧道的出口 刚和和的妻子那年被撞死的方式一样 另一边 西马因为晚看了20分钟 被调度员要求提速前往下一个站点 于是呢 他从一开始的50码加速到60码 结果调度员没过多久 又打来电话叫他提速 加到100千米每小时 这个时候的车速已经非常快了 伊利亚也做好了父子的准备 乖乖躺在轨道上 眼看快抵达洞口的时候 半路突然有辆车子 想冲红灯过铁轨 这个人正好是疯子六八 他的轮胎被卡在了铁轨下 死窝都开不上去 其实呢这个时候 他要是倒车也没事 但他是疯子六八嘛 形势一直很冲动 就是和铁轨杠上了 硬是要开过去 西马看到后 紧急地拉下了刹车杆 但100千米每小时的时速 不是他想杀就能杀蛋 伴随着啪的一声响 西马从未来的第一场事故诞生了 他的火车急杀一直穿过山洞 刚好停在了离伊利亚不远的地方 正当伊利亚傲囊西马 没撞死自己的时候 西马从火车上跳了下 一边喊着伊利亚爸爸 一边钻进他怀里 影聘的最后 西马的焦虑消失了 伊利亚的幻想症也好了 他们坐在西马开的火车上 踏上来去看海的旅途 很久很久过后 伊利亚还会带着西马 一起去看望那些 被他们撞死过的死者 父子俩被捧鲜花 更新着他们撞死的人数 或许对他们来说 并不是因为看多了死亡 而变得内心麻木 是因为看多了死亡 而变得内心强大 当无法避免的事情发生后 尽快地振作起来 避免更多错误的发生 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求赞求评论求转发 最后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